比如说我可能这边查询的是一个工作表 资料在另外工作表 那可能就不建议你用选的 因为画工作表 那这个时候我是建议你这边可以把它变一个名称 然后这边的话呢 给那个名称就好了 比如说呢 我们前面讲过嘛 这个叫编号 所以你可以怎么 把这个编号两个字复制一下 这边这个范围叫编号 那怎么把它变编号 选它 在它的名称这边 名称窗格这边 输入什么 输入编号两个字 按个Enter就可以了 这样的 那这个范围 有没有 你会不然选它 它就叫编号 以后如果你要找 这个范围对应的位置 公式里面有一个公式管理员 这边就有一个编号 那它会告诉你说 范围在这里 以后的话呢 就是这个范围就代表是编号 那你可以编辑也可以删除 那我们如果要把这个范围 重新再用刚刚这个清单里面来源的话 那我们就如果有一个这个名称的话 你可以按F3 来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从编号而来 所以这个范围叫编号 那这个编号的范围 你可以把它放到来源 按个确定 那这样下拉也是OK的 不过会衍生出另外的问题 如果将来那个008之后 会有009 010 那你就要预留 或者是说你可以选整栏 它就会直接自动帮你把那个编号 自动放到清单里面去 如果你有新增的话 OK这个地方的话 我觉得还工作上还蛮常用到的 下拉清单 你会把它自动带出资料来 所以其实还蛮多地方 都可以把它变成下拉清单 自动带资料 下拉清单自动带出 带出资料 你就不用再去重提这些资料了 所以基本上 那个资料库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反正以后你只要记录编号 其他资料就用从编号去带过来就好了 你就不用再去 特别还要再去什么 再去抓这些资料 反正有编号就可以了 好那接下来的话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个其他的题目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抓一些比较重要的 比如说如果我要查询资料 我可以用VLAN书 那VLAN书在工作上还蛮常遇到的 那另外还有一些是 像325人士分拦这一题 所以请各位待会开启 这个练习题 那这个练习题的话 首先第一个 我先启动编辑 启动这个编辑 那第一个各位可以看到 这一题主要要做什么 那因为呢 这是一个事意已经做好了 请各位把这个范围 从D2到那个G的9这个范围 请你把它删除 其实这个范围的资料 就是你要从这边放到这边 那他的规则是怎样 就是说我如果今天希望 入职时间其实就来自这里 所以你要把这边带过来 他的名字有没有 就把这个带过来 所以其实等于是他的纵向 四个就变成横向的四个 OK所以你第一个要解决什么 如何把资料换个方向 其实工作上还蛮常用的 但这一题如果你要Vero函数 很抱歉不行 但怎么办 你可能就要用别的函数了 要用哪个函数呢 基本上就要想想看 不过这一题跟各位提示一下 蛮常用到的像Index Indirect 这两个函数都办得到 或者如果这两个函数你也都不会 你写VBA也可以 这一题也可以直接写VBA 那如果我今天用Index函数的话 我要怎么做 那当然我们可以分两阶段完成 第一阶段就是先把1234 放到1234 再换下一个5678 换到5678 有没有 那先放过来之后 在第二阶段就是把什么 冒号前面的东西删掉 那冒号前面东西怎么删掉 那首先的话我先提示一下 第一个我们用Index Index怎么抓资料 按确定 直接再按确定 他要 这个Index其实主要 他是会跟你要三个 还好这个比那个 刚刚那个V软数还少一个参数 V软数要四个 所以你刚刚V软数你少一个都不行 那Index他只要三个 但是这三个到底要什么 第一个 Array Array其实顾名是就范围 就是你那个 资料的来源 然后来源在哪里 所以来源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就是 把这个范围给他 从B2一直选 选到下面 选到哪里呢 选到这个什么呢 B33 就这个范围 不过一样 我是建议你最好是会招 就点这边 再按Ctrl Shift向下 否则的话 如果他资料一多 你一直选像 那个黑名单一样 你就选不完 所以Ctrl Shift向下 好 范围就是这里 第二个是 你要把资料放到这边的是哪一列的哪一栏 我要放的是哪一列呢 应该是第 Raw 是列 那意思就是说 不是外面这个列 指的是这个范围的第几列 那刚好他这个资料 我要放这边的话 是刚好第一列 这边的第一列 所以这边就输入1 哪一栏呢 因为这个来源 特别说 这个栏指的是相对于他是哪一栏 那因为这边有几栏呢 1栏 所以不会有2 所以这边的话一定是1 1就对了 按确定 资料就带过来 有没有 入职时间 那这一个的话呢 基本上你可以分析 这边就是一样公式 那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一样来源有index 帮我把这个范围的 这个应该是抓 第几列呢 应该这边改一下 有没有 这个是列嘛 第二列 第几栏 还是第一栏 OK 按确打勾 所以基本上 它的规则一定是什么 这边是1 这边是2 差别在这里 其他都一样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可以 这边是3 这边是4 5678 所以呢如果我可以把这个顺序 1到应该是后面 我记得应该是到32 总共有32个资料 33嘛 减1 那我可以怎么样 先把1到32的这个里面数字 先产生 再把它放到它的肉 里面去 其实那我就可以产生 我要的这个效果 可是问题来了 我要怎么样 刚刚好 可以产生 1 这边产生1 这边产生2 34 那其实插入函数 顺便教各位 刚刚有交到一个RAW函数 另外有一个叫COLN 有RAW就有COLN RAW的话就是列 COLN的话就蓝 所以我用COLN按确定 再按一个确定 它会给我4 为什么 第4蓝 1 2 3 4 第1的话 那如果说我今天项6填满的话 它会说4567 可是我如果要从1开始的话 可以知道 减掉多少 3 打个勾 1了 向右 1234 向下 还是1234 为什么呢 因为COLN 它只会管你现在在哪里来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 向右 向下的时候呢 这边 只要增加一列的话 那我就再加4的倍数 因为1234 那就5678 所以下来 就1再加上4的1倍 那再下来 就是1再加4的2倍 4的3倍 所以如果我今天 假设要产生1到32的表格的话 那其实可以 再加上4的几倍 所以4的几倍的话 刚好跟向下拉有关 向下拉跟弱有关 所以其实用4乘上什么 弱 弱特别注意 但是弱 现在是2 如果4乘2就变8 那一加的话 如果你现在打勾 它现在变9 这边10 那往下呢 有了 可是问题来了 我不是要从9开始 我要从1开始 所以怎么办 很简单 把它怎么样 我的想法是什么 把肉先归零 肉先减掉 它现在的列 它现在在第几列呢 它现在在第二列 所以我就把肉-2 先减掉 有没有 先减掉2 那等到我下面变3 第三列的时候 有没有 0乘上4 还是0 意思说不加 当我下一列的时候 刚好3 3-2 刚好1 1就是4乘上 1刚好4的一倍 下面4两倍 不过计算一定要先 先乘除 所以我一样先把它刮扶起来 OK 好 答案应该就OK了 有没有 这样可以看什么意思 应该不是很复杂的一个计算公司 打个勾之后的话 向右 再向下 有没有 刚刚好 1 2 3 4 一直到32 OK 第一阶段完 第二阶段其实你就可以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剪下来 放到哪里呢 放到刚刚index里面 那我们其实就可以做了 index array的话就这个范围 Ctrl 向下 那一样先把范围先锁起来 F4 2的话就把公式贴到弱 那蓝因为只有一蓝 所以1就可以了 好 这样其实就完成第一阶段 按确定 向右 向下 宽度不足的 把这四蓝悬起来 点两下 全部过来了 OK 那不过只有完成第一阶段 还有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是什么 把冒号以前的东西删掉 当然不是叫你手动 是要 还是用公式 其实这有点有点难的 好那请各位试一下 1 先试着把什么呢 1到32号先产生 2再把这个公式贴到index里面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未来 其实工作上还蛮常遇到的 就是把这边的资料 帮我 换个方向放到另外一边去 然后呢 还要就是说放过去的东西 还要分割去掉某部分 这还蛮常见的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要涂法链钢来做 哇那很麻烦 可不可以涂法链钢可以 可是资料量少还可以 可是你如果每天都要做一次的话 我相信非常浪费时间 而且非常需要常常加班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每天都要加班的话 我们是建议你要善用工具 因为这个工具会用 真的效率可能会差到 非常无法估计 就是百倍千倍都有可能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今天的这个逻辑非常简单 就是把那个B栏的资料 帮我把它放到DEFG 一栏变四栏 其实就是一栏变四栏 常常也遇到这样 就是一个栏变成四个栏 然后呢 第二个是要把多余的资料 前面怎么入职时间冒号去掉 大概是这样 试一下 好了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